同时抗亚纵约使用强硬手段 与此同时 第一妇女已在美国大使馆外示威 他们抗议大使馆以为交通涉嫌残缰 残缰一名冲击女子的私营免金 并要求汇职政府取消美国签署的外支助防协训 但协议假 美国同时交通涉案的运机 直到安静结束 在印尼亚斯坦 特别特殊副女组织也进行失败 强烈要求政府 废除所有对女性博力的政策和反应 并代谢反刺依然内容 声明者认为依然内容暗指女性和真是罪恶的 对女性具有侮辱性 不过旅游天堂巴黎等居民担心 反刺依然一旦辜负负 外国游客的穿着将受到禁止 游客严肃可能会大胜的降低 基本是游中国提出的 共同开发东海流支撑的新建议 双方也就是在